6月3号下午,贵州村超乡村足球联赛在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荣江县火热进行 这场本土足球赛吸引了近5万名观众到场观看 此次村超乡村足球联赛由荣江县各乡镇政府、各村委会、各民间团体、学校和村民共同参与组成 球员则是由苗族、洞族、水族、汉族、瑶族等各族同胞组成 现场,把球员视为村里骄傲的村民们换上民族盛装 他们跳起舞蹈,兼挑当地特色美食,提着羊眉,抱着西瓜 同村里的球员一起列队,自信迈入球场 在村超的球场上,主裁判、球员等身份各不相同 他们或是摊贩、老板、司机、学生 得知家乡举办足球联赛 在海南省一工地工作的维亚军已按捺不住心中对足球的热爱 立马请假赶回家里 同村里的村民们组建了足球队参与比赛 老板也是龙江这边本地的人 然后他也是非常喜欢足球的 就帮我过来,这种感受 就像世界球星一样在场上 但有压力,但是也有激情 球迷嘛,都是称赛上的这些老少啊、妇女啊、家人啊 这些都为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老公 在加油助威 让每个男孩在足球场上拼搏 在当晚的比赛中 一群平均年纪只有15岁的球员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与他们对战的则是30多岁到40多岁的老男孩球队 观众们亲切称该场比拼为舒直战 球场上,老男孩们不脚软 他们用时间沉淀下来的足球技术 向观众证明了,姜还是老的辣 而孩子们拿出了青年球员的态度 认真对待赛场上的每一脚球 射门时的摒弃凝神 进球时的欢呼呐喊 失误时的加油鼓劲 比赛进行时 观众始终注视着球场上的每一个细节 这其中不乏五六岁的小朋友 和七八旬的老年人 中场环节 观众们更是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民族文化展演活动中 掏出手机,录视频,开直播 让更多外界的民众看到多彩的贵州民族文化 我们今天在现场表演的是动族的多烟 我觉得这一次机会的话 把我们动族的多烟舞向全世界展示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很自信,充满了自信 在表演的时候 我真的全身都充满了力量 从咱们春边 然后现在到春超 观众他们的这个氛围 其实一直都有持续上升 让我明显感受到的是 大家的这种民族自信 这种氛围自信 对自己家乡文化的自信 提升了很大 我觉得他们对待自己的家乡 对待自己的球队的感情 是更深的 当晚的比赛 足球解说员韩乔生 与当地足球教师 足球爱好者爬上铁梯子 坐在球场边的高架台 为观众们精彩解说 身着当地的腊染服饰 伴着村民们的敲鼓声 让韩乔生直呼现场氛围 太阶地气 场面的规模 氛围 真的是出乎预料 非常的火爆 走遍世界各地 报道了包括世界杯奥运会 等很多不同的比赛 真的和荣江这个村朝联赛 大不一样 这里的比赛太阶地气了 而且这里的比赛 它和文化紧密相接 宰割宰武的村民 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这个村落 还带着土特产品 包括很多的食品前来 那么现场成了一个文化大集 我觉得把村朝作为舞台 实际上拉动了 整个的县域的经济 这是一步高棋 一步妙棋 据了解 荣江足球有80多年的历史 从1940年接触足球 到1999年开始举办足球赛至今 荣江民众对于足球的热爱 不断高涨 参与度也越来越高 我现在比较关注的 就是这些球员他们的身份 比如刚才介绍了 有过去专门开一个肉铺的 后来呢 改做专场了 这样的这个踢球爱好者 我相信这样人少不了 比赛里边还有不少是 比如说木匠 有的是瓦匠 其实告诉大家 足球没那么高深 哪怕是职业联赛 它也要扎根于我们基层的土壤 而我们这种土壤 恰恰是接地气的 来自于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村落 共同的支持 营造一种足球氛围 这样呢为我们的未来来铺路 我们的族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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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